立法院国民党团做好准备 椅子都摆出来 因为中午12点半 国防部长邱国正 最后到立法院来拜会 国民党立委 希望支持兵役延长方案 本来就没有沟通 像国民党是今天中午才来沟通 再也立委不打算 轻易放过邱国正 因为最快1月9号 就要处理征兵案 不少立委就好奇 总统前一天说 提高义务役薪资到 两万六千三百零七元 根据国安会的算法 113年高中毕业 就来服兵役大约9千多人 会增加21亿的支出 到了118年 大约会有5万名义务役 支出会多160亿 这钱要从哪里来 不是说今天做 今天说明天马上就做 他一定要有完整的配套措施 也必须要经过立法院 来审查通过若干的这个预算 强调是分批给 不是一次到位 总统说要衔接劳退制度 也将从目前只能并记 军公教的退休年资修法 让服役年资衔接劳退制度 由国防部负担雇主提拨的责任 要给义务役更多的保障 吸引年轻人当兵 只是前一天 总统宣布延长兵役后 AIT随即发文 说欢迎台湾征兵制改革 还说彰显台湾对自我防卫的承诺 山寨版的这个一年的兵力延长 这个是呼隆大家的 要对美国一个交代 立委通批只顾美国爸爸 不顾台湾一纳 征兵加薪的钱都还不知道从哪里来 民进党立委又主张还税于民发现金 等确定以后我会跟大家报告 好不好 要不要发现金 财政部不敢给答案 毕竟多争的四千亿 会不会被拿来填补其他缺口 还是在年前给民众大利多 到现在还没有最终定夺 TVB的新闻 陈胜伟的立雄伟加薪 三区小组台湾役采访报导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导 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通知小铃铛